我先從這個字畫像開始 我以前小時候拜拜燒香的時候就把它燒得漆黑 所以我從出生就很怕這一路畫 但是現在它等於是一個符號 我的名片就用它的字畫像來當我們的srogan 它的生命值其實它的生命值本身就有這種唯有的現象 到最後我們發現說即使它的思維裡面也是這麼多元 我大概簡列的講一下 這一幅畫是一般的異評家會把它講成是一個溫馨的 但是在我們的眼裡它是有一個簡單的小確性是沒錯 因為加入在一起 萬一它會不會去當中國的間諜 中國人把它當成是日本人 在朋友家裡畫的這一幅畫 這剛好是台灣人就四百年來的遭遇 大藝增積捐給了美術館 那我們還是繼續把這個藝術圍盆的東西 當成我們教育推廣的工具 接下來它是泰福旁邊的一個禮服 叫吳以福 不好意思這一幅畫 當年去做東亞行會展的時候 也捐給北京的中國美術館 開始去執行它心裡面的思維 但是很可惜 當它開始之後沒幾年就碰到柯林也在同一天罹難 所以它拿另外一幅畫去把它換回來 所以今天就在這邊 我們就順著移座來講這一件事 我們的所有音域都在香港 那歡迎的大緩談 說我講得太豬如 是我的阿嬤 那我故意把黃色的這兩句話雕出 好看